云屋酒店 副本已开启 参与人数 五人 通关期限 十日 难易程度 四颗星 副本的信息同时传入在场五人的脑海中 这 怎么回事 我怎么会在这里 一个平头中年男人迷茫的问 和他一样不知情况的 还有一个神色焦急的年轻女孩 你们还没进过副本 姜诺身旁的短发女惊讶的问道 这种时候真不知道是该羡慕你们 还是该同情你们了 毕竟这是四星副本 一个染着黄色头发的男人露出嘲讽一笑 姜诺将几人的反应看在眼里 诡异突然降临全世界 但却是慢慢污染各地 其中一部分人甚至是在三个月后 才首次进入副本 五人之中有两个新人 四星副本对新人来说并不友好 快看那里 林子月喊道 那是酒店的宣传看板 此时正划过一行亮红色的大字 云雾酒店通关者 完美通关 无 优秀通关 无 普通通关 张楚月 姜诺这才想起来 每一个通关副本者的姓名 都会在副本中显示出来 这么说来 而张楚月就是姜诺刚刚在迷雾中遇到的那个人 她记得张楚月身上 看起来有摔伤 抓伤和动伤 仅仅是普通通关 就那么狼狈 看来这个四星副本并不简单 既然大家都到齐了 就来领取你们的工作牌吧 一道突兀的声音忽然响起 几人转头看去 新人白石翠已经忍不住轻声尖叫 穿着灰色小西服的女人 嘴唇干裂 脸不亲自 她的其中一个眼眶中眼球缺湿 只剩下一个黑洞洞的空壳 几缕头发掠过有些秃顶的脑袋 被紧紧绑在脑后 要不是她手上那道犯着血珠的伤口 姜诺差点就以为她是诡异了 我是酒店的大唐经理赵书华 这次的新人看起来很不礼貌 只有一只眼睛的赵书华 死死地盯着白石翠 明显生气了 你好赵经理 我叫姜诺 我来领取我的工作牌 姜诺的位置距离大唐经理赵书华最近 已经看过流着血泪的爸爸 眼前的场景并没有让他觉得恐惧 这还差不多 在这里请时刻注意你们的言行举止 赵书华将一张红色工作牌发给了姜诺 几人的工作牌并不相同 红色工作牌的职位是前台 姜诺和短发女林紫月都是前台 白石翠是客房服务员 黄毛拿到了代表行李员的黄色工作牌 另外一个面向老实的中年男人 则是保安的蓝色工作牌 我叫李治刚 可以告诉我这些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中年男人一脸迷茫地看着自己的工作牌 他根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来到这里 只是赵书华根本没有给几人留下什么讨论的时间 还有五分钟就要开始营业了 你们最好快一点 请问我们有些人培训吗 姜诺趁机问道 没有任何规则 就直接工作的情况下 他们会很危险 会有人示范给你们看的 赵书华指着不远处的前台 那里站着三名穿着酒店制服的男女 正微笑地看着他们 三人穿戴整齐 但姜诺却觉得那统一的笑容 让人觉得浑身不舒服 自求多福吧 黄毛男最先走了上去 示范者只有三个人 而他们有五个人四种职业 真是巧了不是 我以前就是做前台的 林子月自信一笑 这里是副本还是小心为好 姜诺和这林子月会是接下来的搭档 她不希望搭档出什么问题 放心 该小心的是他们俩 林子月指的是一脸害怕的白诗翠和迷茫的李志刚 他们三人都是通关过一次副本的人 而白诗翠和李志刚都是新人 阵营似乎早已被画好 我是新来的行李员陈锋 行李员的工作内容都有什么 黄毛一说完 一名男服务员已经带着她去一旁示范了起来 你好 我们两个人是前台 可以教教我们吗 林子月问向了其中一名微笑着的女员工 可以的 请跟我来 我叫崔雅 女员工声音甜美 面容娇好 白诗翠羡慕的跑来 我可以跟着你们吗 可你是客房服务员 林子月不赞成道 刚刚就是因为白诗翠的尖叫 才引来了大堂经理赵书华的不满 我 我根本不知道来这里是干嘛的 白诗翠能感受到林子月的排斥 如果我没记错 前台和客房部应该是相互配合的 她教完我们可以再教你 江诺却觉得这是个机会 她想要知道客房服务员的工作内容 林子月也觉得有几分道理 勉强同意了让白诗翠跟着他们 太好了 谢谢你们 白诗翠立刻欢呼起来 希望你不要拖我们后腿 林子月的话让白诗翠咬了咬唇 她连连点头 意不意去的跟在后面 剩下的一名示范员工自然被李志刚分走 江诺跟在小丽后面 仔细打量起所谓的云雾酒店 与其说是酒店 她更感觉这里是个年久失修的古旧民宿 大堂顶上的水晶吊灯已经布满灰尘 两边墙上的墙皮斑驳脱落 湿漉漉的瓷砖上 蔓延着奇形怪状的青灰色纹路 前台是大理石柜面 碰一下顿觉冰冷刺骨 崔雅指着柜台上的两台发黄的白色电脑屏幕 这里是前台 你们除了接待客人以外 还要处理客人打出的差评 不过我们酒店干净卫生 很少有人差评 江诺看了一眼满是灰尘的柜台 原来她管这叫干净卫生 那 那我呢 白师催问后 崔雅盯着她数秒 才缓缓拿出一张皱巴巴的纸张 这里是你的工作内容 江诺与林子月对视了一眼 那张纸上很有可能会有规则 前台的工作内容在这里 崔雅仿佛明白两人的困惑 又拿出了另外一张纸 那张纸上的确是规则 但却只有三条 比江诺想象中的要少 这是哪门字工作内容 林子月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前台规则 一美日上午八点前 必须在圆桌前完成签到 少签一日折死 二 酒店客人有权对你的服务做出评价 如有差评 后果自负 三 前台人员需要对客人的隐私进行保密 前台人员的工作时间为 八点至十二点 十七点至二十三点 只要遵守这些规则就可以了吗 白师催看着纸上的三条规则问 他的规则里 前两条和江诺两人的一样 只有第三条是不一样的 三 检查退房 按规范处理客人遗留物品 及时报告前台 并交由前台保管 肯定不止 一定还有其他规则 江诺不指望像上次一样 第一天就能找到通关规则 现在他知晓的规则太少 已经有客人来了 希望你们工作愉快 崔雅离开的时候 眼中闪过一丝不经意的脚下 客人是一个戴墨镜的女人 坐过酒店前台的林子月 已经熟练的应对起来 他看了一眼江诺和白师催 不由得有些得意 这可是他最擅长的工作领域 我 我要把房间换到总统套房 墨镜女人似乎有些紧张 眼神不住的向周围瞟着 可以 我现在就为您办理 林子月接过女人证件 女人则掏出了钱包 拿出了一堆纸地清点着 是明币 白师催不淡定了 嗯 别怕 你以后也会有的 江诺边观察着墨镜女人边说道 白师催想说 他根本不想要拥有这种东西 但看到江诺微微醋眉 他觉得自己还是不要打扰为好 挺简单的工作嘛 你在看什么 林子月很快就为墨镜女人 办理好了换房 却见江诺一直在盯着那位客人的背影 没什么 只是觉得他有点奇怪 在幸福的妈妈副本里 他大概了解了明币的具体价值 云雾酒店的总统套房 需要五万明币一碗 这绝对不是一笔小数目 可墨镜女人却用着魔旧的钱包 身上的衣着也是不太合身的普通穿着 他不知是不是自己多想了 墨镜女人换房后 云雾酒店就恢复了冷清 江诺试着用电脑查看了云雾酒店的具体情况 酒店分为上下六层 入住率不到1% 员工却有200多名 1-3层无一人入住 被定的房间多 集中在4-5两层楼上 这时 白诗翠被大堂经理赵书华叫住 说是有客人要退房 他作为客房服务员需要去检查房间 怎么办 我不敢去 白诗翠顿时紧张无比 记好规则 江诺低声说道 该不会有去无回了吧 他也真够惨的 林子月幸灾乐祸 不过我看这四星副本也没什么特别吗 目前为止都觉得一切顺利 希望吧 两人的电脑里同时蹦出来了一条信息 那看上去是一条差评 大堂经理赵书华已经面色铁青的走了过来 处理差评是前台的任务 为什么没有处理掉 经理 这是前一天的客人留下的差评 不是我们的责任 林子月辩解道 不管是前一天还是前一年 这就是你们的责任 赵书华生起气来 另一只眼珠都布满了血丝 天花板上的水晶吊灯开始晃动 江诺连忙说道 赵经理 我会处理 请给我一点时间 对于林子月所说的我们 他不想顺其自然的接受 在副本里 他的行为不能对别人代表 他的性命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 天花板上的水晶吊灯停止了晃动 赵书华的一张脸猛然靠近江诺 似乎在判断他是不是在说谎话 今天之内 这件事必须由你处理完成 我知道了 没有任何遮挡的眼眶里空无一物 江诺闻到了那黑色眼眶中的潮湿腥味 赵书华一走 林子月就转身来质问道 我刚刚明明在替你说话 他不明白江诺为什么不领情 感谢你的好心 如果是在日常生活中 我可能不会说什么 但现在是在副本里 江诺觉得必须向林子月明确这一点 副本中 他不会轻易接受任何人的代替书画 真是好心当成驴肝肺 我倒要看看你要怎么解决差评 林子月却不以为意 在他看来江诺实在是太蠢了 因为那条差评是诡异文字 如果不是那几颗灰色星星的话 他根本看不出来那是一条评价 更别提内容了 不过这样也好 大唐经理只说让江诺解决差评 如果差评解决不了 从自己随身携带的背包里 拿出了上一个副本里获得的字典 江诺也是第一次处理差评 整条差评他能认出大概一半的字 剩下的只能依靠字典 二十多分钟之后 差评内容已经被他认出 头一次住这么邪门的房间 房间隔音太差了 楼上半夜又是跳舞又是装修的 房顶都掉墙灰了 马桶也是堵的 再也不会光顾了 差评 客人是今天一大早退房的 差评下方有客人的联系方式 江诺用桌面上的座机打了过去 对方一阵输出 我不会删掉差评 除非你们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和解决方案 电话啪的一声被挂断 江诺关掉差评 电脑屏幕上竟出现了规则 你可以随意进出四半五层的任意房间 不可随意挪动酒店内的装饰物品 酒店楼梯方向只有一个 不可走回头路 工作时间如果有正常需求 可以向大唐经理请假 批准后方可离开工作位置 一旁的林紫月 不知什么时候离开了座位 江诺注意到 他的电脑上并没有出现这四条规则 前台正对面的酒店大厅门口 林紫月正和李志刚聊着什么 两人的目光偶尔投向江诺 过了一会儿 林紫月得意地走了过来 手中还捏着一个小纸条 李志刚果然有发现 不过我想你并不需要我找到的规则 他微笑着 并当着江诺的面将那张纸条撕碎 扔进了垃圾桶 江诺皱了皱眉 然后关掉了电脑里的规则 工作时间如果有正常需求 可以向大唐经理请假 批准后方可离开工作位置 他原本是想要提醒的 不过现在看来已经没有必要了 正如江诺所料 林紫月很快就被大唐经理叫走了 直到崔雅来提醒他们下班 林紫月仍然没有回来 这是你的宿舍钥匙 下午五点前记得来上班 江诺接过秀记斑斑的钥匙 指着一旁的位置问 他还没有回来 崔雅勾起一抹诡异的笑容 是呢 他还没有回来 不过你不用担心 他很快就会回了 江诺点点头 顺着崔雅指的路走去 现在是中午十二点钟 距离五点上班 他还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电梯门口 黄毛陈锋和李志刚正在等电梯 江诺却找到了楼梯口 打算独自走上去 你为什么不坐电梯 李志刚忍不住问 我胆子小 况且才六层楼而已 他记得袁书中死在各个副本电梯里的人 可是不少 你倒是谨慎 黄毛陈锋似乎觉得江诺的话有道理 竟也跟了上来 李志刚继续留下等电梯 楼梯间里唯一的光源 就只有每层墙角里的老式电灯泡 电灯泡被灰尘和油污包裹着 光线暗道不能再暗 水泥楼梯上的暗色污渍 看不出颜色 像是冲洗不掉的油渍 亦或是血迹 陈锋觉得背后有些发毛 率先开口道 你找到什么规则了吗 你呢 江诺边走边数着每一层的台阶数 你不用这么防备 我们几个人之间其实是合作关系 没有竞争的必要 陈锋觉得江诺和其他两个女生都不太一样 他从一开始就防备着每一个人 说得对 所以你找到什么规则 江诺真诚发问 陈锋看着前方专心数台阶的江诺 干脆拿出了自己所找到的规则递了上去 合作吧 我很有诚意的 江诺停下脚步 他接过规则看了起来 随着他的眉头紧锁 陈锋忍不住道 这是我在送行李的时候找到的规则 你大可不必怀疑 不是怀疑 这规则有问题 江诺指着纸条上的一条规则 什么问题 陈锋一愣 规则还能有问题 陈锋找到的规则有三条 捡到客人的仪式物品 请联系酒店经理 不可私吞 酒店的四层以下没有客人入住 如果在这里遇到陌生人问路 或是请求帮助 请不要理会 零点至六点期间不可出门 可以和门外陌生人打招呼 这三条规则的确是酒店规则 江诺指着第三条 你不觉得这里少了什么字吗 少了字 陈锋仔细一看 发觉第三条的标点符号后 的确留白了很大一段距离 零点至六点期间不可出门 可以和门外陌生人打招呼 这里的确可以再加一个字 难道有人篡改 应该是被污染了 污染 那是什么 看着陈锋疑惑的表情 江诺便猜到 他大概还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这里是四星副本 你上一个副本是几星 江诺问 一星 陈锋如实回答 他只通过了一个一星副本而已 那就是了 副本越难 诡异越强大 他们会污染规则 让你得到错误的信息 江诺有些想念十三娘 要是他在 破解被污染的规则 轻而易举 陈锋忍不住骂了一句脏话 规则都能有错 那他们岂不是什么都不能信了 前两条应该没问题 江诺的话音刚落 两人便听到了上方传来的异响声 那是鞋底和地面的摩擦声 只是那脚步声过于拖沓和沉重 江诺指着墙上血红色的楼层树 陈锋则瞪大了眼睛 酒店的四层以下没有客人入住 如果在这里遇到陌生人问路 或是请求帮助 请不要理会 他们两人现在正在二杠三层之间的楼梯上 现在往下跑还来得及吗 剑尘锋正欲往下跑 将诺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 酒店楼梯方向只有一个 不可走回头路 听我的 顾不上解释 前方已经献出了一道体型臃肿的身影 楼梯间里铁锈胃和汉胃交叠 令人头皮发紧 你们好呀 嘿嘿 昏黄发暗的灯光下 男人肥胖的身形 几乎占据了楼梯的一半宽度 两人从下网上看去 能看得到胖子下巴上层层的横肉 他呼吱呼吱的喘气声 在楼道里显得极为清晰 而他的右手还抓着一团黏腻的物体 在往嘴里塞着 江诺低头 继续往上走去 恐惧感从四面八方袭来 陈锋的小腿肚已经开始打颤 咕嘟 在江诺即将经过他的时候 胖子吞咽口水的声音响彻楼道 请问五楼该怎么走呢 你们能 嘿嘿 带我去五楼吗 胖子站在楼梯中间 挡住了两人的去路 江诺紧闭双唇 目光看向胖子身旁的空隙 或许他能从那里挤过去 但是后面的陈锋比他高壮上一些 会被卡住 而且他也不想碰到满身油腻胖臭的胖子 陈锋则紧紧抓住一旁的扶手 心中苦不堪言 自己什么规则都没有换到 还跟着江诺选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你们 好呀 嘿嘿 请问五楼该怎么走呢 你们能 嘿嘿 带我去五楼吗 胖子又重复了刚刚的话 江诺很想开口拒绝 可是他不能 不能理会 也不能拒绝 粗憨混众的声音一点都不友好 面前的楼梯完全被对方占据 必无可避 江诺听到陈锋急促的喘气 他也在痛苦地忍耐着 这时 一个纸团顺着楼梯滚了下去 胖子发问的声音戛然而止 他的目光死死地盯着下面地上的纸团 并扭动着肥胖的身躯朝下方扑去 趁现在快走 江诺对陈锋使了眼色 陈锋顿时跑得比兔子还快 转眼已经跑到了上一层 两人都没有停下脚步 一口气上到了六楼 陈锋靠在六楼走廊上 额头一层汗 脸色苍白难堪地问 他会不会跟上来 不会了 他应该上不了四层以上 为什么 陈锋疑惑 江诺指着楼梯口的楼梯 四层以下的楼梯都是十四层 从第四层开始 楼梯接触就变成了十三层 那又是什么意思 还有刚刚他想要逃到楼下时 江诺为什么要拉着他 难道是因为他一个女生害怕 看着一脸镇定自若的江诺 陈锋觉得这姑娘胆应该挺肥 建筑中双数为阴 单数为阳 双数台阶往往不是给活人走的 江诺边打量着六楼 边寻找起了自己的房间 陈锋跟在他身后愣了片刻 不是给活人走的 那难道是给死人走的 江诺腻了他一眼 答案不言而喻 陈锋抖了抖 你怎么会知道这些 江诺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房间 他拿出手机照片递给陈锋 你的规则换的 我看过了 这几条应该没有问题 他并未钻研过风水学 但是母亲是建筑设计师 他从小跟在母亲身边耳濡目染 因此略懂一些这方面的皮毛而已 是规则 陈锋连忙掏出手机 将那张照片拍下 他也注意到了那条楼梯规则 原来江诺不让他逃跑 是为了保护他 心中有些感触了同时又忍不住问 刚刚那个纸团 是你丢下去的吧 那是什么 是冥币 江诺关上了门 冥币 陈锋在门口愣住 随即眼神蹦出一丝惊喜 原来冥币还能这样用 江诺的大学宿舍是四人宿舍 而这里是单人宿舍 宿舍里面只有一张单人床和一张桌子 没有洗手间 法让江诺松了一口气 厕所连通万物 谁知道会钻出来什么东西 江诺觉得这里的条件还不错 检查过没有摄像头和孔洞之类的东西后 江诺调出了安全屋管理面板 即便是带着十三娘来 恐怕他也不适应四星副本 他打算用积分再兑换一张一次元卡片 还真不便宜啊 江诺发现了一些卡片 甚至需要用去上万积分 他挑选片刻 最终决定兑换一张三千积分的卡片 只因为对方有可以隐身的能力 积分消耗后 一名身穿铠甲的高大身影出现在了江诺面前 他身材魁梧 五官硬朗刚毅 如果不是那空荡荡的秀管 这极具阳刚之气的面相 还真的让人很难和诡异联想到一起 不过一次元卡片里 各个都是俊男美人 霍将军 初次见面 这几日你需要保护我 如果有危险 请提前通知我 遵命 我的主人 没有一丝感情的 在这阴冷潮湿的云雾酒店里 有他在也更让人安心 阴冷潮湿 江诺皱起眉头 他总觉得房间的温度比待在楼下时又冷了几分 扣扣扣 轻轻的扣门声响起 江 江诺是我 哦不 是我们 门外传来的声音是白失脆的 江诺看了一眼霍将军 发现他仍然如一尊雕塑一般 没有提醒他危险 门外应该是安全的 可以隐身起来吗 江诺问 他不想引来不必要的麻烦 遵命 我的主人 霍将军的隐身是对江诺以外的人 作为易次元卡片的主人 他的隐身对江诺无效 只是外人是看不到霍将军的 江诺打开门 发现门外果然站着三人 白失脆 陈锋 和林紫月 李志刚死了 陈锋一脸凝重荡 怎么死的 江诺发现三人的脸色都不太好看 特别是林紫月 他坐在走廊的长凳上 目光呆直发直 是电梯 电梯门打开的时候 李志刚他 白失脆指着不远处闪着红灯的电梯口 江诺走过去 电梯里的李志刚已经被数不清的铁管刺成了刺猬 电梯里鲜血四溅 他抬头看着上方 表情争獰恐惧 一根钢管从他的下颌穿过头顶 那些钢管是从电梯四周出现 不管如何躲藏 电梯里的人都必无可避 我听说他找到了规则 本来还想要问他的 陈锋已经不敢再看电梯里的惨状 如果说他后悔过爬楼梯 那么他现在只有无比的庆幸 要不是临时起义跟上了江诺 他现在的下场也和李志刚一样 为什么会这样啊 我们才来了一天 白诗翠叹了一口气 抬头却发现江诺在看着他 江诺收回视线 他有可能是触犯了电梯规则 饶是他看过原书的一部分 也仍然心惊不已 看书时并不觉得恐怖 但是当人真的死在了自己面前 这种恐惧感和绝望是难以言语的 这样一来 我们就失去了李志刚找到的规则线索 电梯门自动关上 带着已死的李志刚缓缓下落 陈锋已经开始不安 规则只会出现一次 李志刚找到的规则是什么 到底跟他们有没有关系 你还好吗 江诺走到林子月面前 要说李志刚发现的规则 应该只有林子月知道 只是他此刻明显很不对劲 直到江诺喊他 他才回过神来 规则 什么规则 呀 你的脚流泻了 白诗翠指着林子月 往外渗血的鞋子喊道 林子月木讷的低下头 在看到白色鞋子缝隙里渗出的鲜血后 他像是想起来什么一样 惊恐的睁大了眼睛 规则 对 他们说我违反了规则 可我根本不知道是什么规则 是什么规则来着 林子月脱下鞋子 只见他的脚趾盖已经全被剥离 只现出还在不断渗血的伤口 怪不得他一直坐在长椅上 没有起身走路 你是不是扇你指手了 陈锋想起了江诺给他看的规则 江诺发现陈锋在用怀疑的目光看着他 我看到规则的时候 他已经离开了座位 江诺淡淡回答道 陈锋在怀疑他故意隐藏规则 害林子月被惩罚 疼 好疼 我好疼啊 林子月哭叫出声 他的十只脚趾已经鲜血淋淋 我记得前台那里好像有药箱 白师翠说道 前台在一楼 他们谁都不敢下去 电梯是不能再用 只能走楼梯 我去吧 江诺当然不是为了林子月 他想要找寻被林子月撕掉的规则 你不怕再遇到那个死胖子 陈锋眼神有些躲闪 他承认他怂了 我很快就回来 说话间 江诺已经独自走向了楼梯 没有半分犹豫 隐身了的霍将军跟在身后 当他们走下四楼的楼梯 江诺不放心地问 前面有东西吗 霍将军点了点头 你能打过他吗 主人 我可以的 霍将军回答道 江诺很是满意 霍将军替他驱散了剩余的不安 昏暗的楼梯之上 那道肥胖臃肿的身影 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 直到江诺出现 他才缓缓开始蠕动地转过身来 黄色的灯光照 在他脸上时 呈现出阴影不一的暗红 嗨傻的笑容 在他脸上 看起来既残忍又诡异 只是当他看到江诺身后 所跟随之物 又慢慢地转过头去 随后 乖乖挪动到了 两层楼梯之间的墙角处 江诺面带微笑着 从胖子身边安全走过 他安全地到达了一楼前台 此时的一楼大厅空无一人 或许其他人都已经休息 头顶的几盏水晶灯已经熄灭 只有四周的应急灯 还发着微弱的光 江诺找出两个柜台之间的植楼 当看到里面的垃圾时松了口气 那些碎纸还在 碎纸只随意被林子月撕成了六块 因此并不难拼凑 一珍贵的东西会被别人据为己有 但它从来都不是别人的东西 二 电梯里的人乘双数时 请要乘坐 霍将军 第二条规则有问题吗 江诺其实已经确定 第二条规则已经被污染了 他想要试试霍将军 有没有十三娘的技能 请什么要乘坐中间 少了关键字 这里填写布 或者是一定等都是可以成立的 有的 主人 霍将军没有左手 他的右手扶过纸片 一团黑雾渐渐消散 正确的规则出现 电梯里的人乘双数时 请不要乘坐 看来这就是电梯规则 江诺有些遗憾 李志刚是不小心掉入了规则陷阱里 才白白送了性命 你在这里干什么 冷不丁的声音忽然从柜台前响起 江诺心脏一缩 正对上赵书华那只空洞的眼眶 我来找医药箱 江诺注意到 赵书华看不到他身后的霍将军 是给你的同伴用的吧 你要告诉他 不好好工作的下场会很惨 赵书华意味深长的说道 好的经理 江诺老实应下 赵书华不是诡异 虽然他的样貌有些恐怖 但并无害人之意 否则他不会出言提醒 赵书华点点头 郑宇转身离开之际忽然又扭过头来 你的差评处理的怎么样啊 绝对不能拖到第二天 江诺觉得 赵书华虽然不会害人 但吓唬人是有一手的 他很快平复了心情 也趁机说道 客人想要一个合理的解释 我打算下午去那间客房 看一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请问我该去哪里 才能找到客房钥匙 赵书华点了点头 很好 你是个好员工 客房钥匙在清洁工那里 他们平时都会待在清洁室 我知道了 谢谢赵经理 江诺拿出医药箱 他该回去了 酒店的电梯口 怪有温湿度计 江诺随意看了一眼 现在的温度是17度 怪不得他觉得有些冷 他记得上午的空调温度 下的一滩油滋滋的碾液 林子月依旧坐在走廊的长椅上 当陈锋和白诗翠 看到安然无恙的江诺时 都有些吃惊 那个死胖子 他刚刚不在 江诺将医药箱 放在了林子月身旁 那个 其实我也找到了 你们说的规则呢 白诗翠说道 要交换吗 江诺问 其实不交换也是可以的 我愿意分享 白诗翠大方店 拿出了一张纸条 纸条上有两条 看起来还算正常的规则 一酒店 清洁工的工作时间 是七点至十三点 每一层楼 只有一个清洁工 清洁工必须佩戴口罩 二若遇到酒店客人 发生争执或斗殴事件 请立刻拨打保安室电话 谢谢 这里是李志刚找到的规则 第二条被污染过了 江诺还是将那两条规则 公布了出来 怪不得 怪不得他没有坐上一轮的电梯 草 该死的 陈锋想起来了 电梯第一次开门的时候 里面只有三个人 李志刚不仅没上去 还阻止了他 原来李志刚那个时候 也是想要帮他 只是他已经误信了错误规则 陈锋一直把李志刚和白师翠 当作脱油瓶 甚至有些看不起他们 但现在 他却只觉得背后发冷 自己差点就着了规则的道 江诺原本准备回房间 吃点东西 却见崔雅不知什么时候 出现在了走廊尽头 他推车餐车 面带微笑 酒店的后厨正在装修中 所以这些天都会有 我给大家配送盒饭 餐车之上 盒饭一共有四盒 几人暗暗交换眼神 没有李志刚的份 这说明崔雅已经知道 李志刚死了 可他却没有任何反应 而当崔雅看到江诺身后的 霍将军时 明显露出了异样目光 崔雅姐可真好 谢谢你 白师翠一点也不害怕崔雅 甚至还亲切地挽上他的胳膊 而林子月却一直低着头 江诺发现他上药的手 都是颤抖的 要好好吃饭 晚上才有力气工作哦 崔雅蹲在林子月面前 温柔说道 是是 林子月缩着脖子 崔雅满意地推着餐车离开 已经饿极了的 陈锋迫不及待地打开饭盒 只是他的表情却僵在脸上 江诺也看了一眼饭盒内的东西 里面是发霉的土豆丝 变质的红烧肉 和一团干巴巴的干菜 只有米饭看起来还算正常 但却裹着不少头发丝 这玩意儿 狗都不吃 陈锋气愤地把盒饭扔进了垃圾桶 子月 白师翠 难以置信地看着狼吞虎咽的林子月 这样的饭菜 他竟然也吓得去口 崔雅 说 说了 要好好吃 吃饭 不能违抗 不能 林子月边塞着腐烂的肉块边说道 他是不是疯了 陈锋问 不知道 我先回去休息了 林子月应该是受到了什么惊吓 他的神智已经被污染了 扇里岗位触犯了规则 虽然保住了性命 但是如果持续被污染 很有可能进入恶性循环 直至完全迷失心智 甚至沦为诡异 江诺拿着自己的饭盒回了房间 屋里又变冷了 他从安全屋里拿出了一件加龙外套和一个温度计 安全屋里的温度一直都是26至27度之间 当温度计被拿出来之后 数值开始迅速下降 酒店里的温度竟然已经下降到了15度 就在这时 江诺也感到了一阵饥饿感 他干脆让霍将军替他在外面守着 自己则进了一趟安全屋 和十三娘一样 霍将军站在了距离安全屋最远的位置 他很不喜欢这个安全屋 安全屋里的囤积的饭菜有数千份 江诺拿出了一份三菜一饭的套餐 套餐里包含水煮肉片 土豆焖鸭和一份蒜蓉菜心 这些都是他爱吃的菜 在品尝了一口麻辣水煮肉片后 顿时食指大动 土豆焖鸭软烂可口 蒜蓉菜心还是清脆无比的口感 诡异世界里体力非常重要 既然有了安全屋做保障 江诺不打算委屈自己的位 想起张楚月身上的冻伤 江诺又用意识从安全屋里整理出了一些 加厚预寒的被子 收购的超市里的电热毯和电暖器 也被他拿了出来 这些不知道能不能用的上 做完这一切之后 江诺带着霍将军 直接来到了对顾客差评的房间门口 按照大堂经理的话来说 他需要找清洁工药钥匙 清洁是并不难找 但是敲了几遍门都没有人音 可是江诺明明听到里面有水声 酒店清洁工的工作时间是7点至13点 每一层楼只有一个清洁工 清洁工必须佩戴口罩 现在已经是14点 考虑到清洁工已经下班 江诺拿出一张十元明币塞到了门缝下面 你好 我是前台 可以借用402的钥匙吗 十元明币立刻被抽走 随后门被打开了一条缝隙 枯瘦如柴的手拎着一串钥匙 从门缝中探出 谢谢 我用完就还回来 江诺接了钥匙 很快就来到了402 霍将军静静跟在他身后 402没有窗 但却有一道白色的纱窗窗帘 窗帘下放着一张暗红色八角矮桌 乍一看就如灵堂一般 正对着床的墙上有一面木框镜子 地面上的确有掉落的墙灰 天花板上还悬挂着一块 即将掉落的斑驳墙皮 江诺觉得这间房被差评一点也不冤枉 江诺又去了一趟洗手间 正如客人所说 洗手间的马桶的确是堵的 马桶里甚至还飘着一些黑色短发 怎么会有头发 想起诡异世界里出现什么都不奇怪 江诺关上了马桶盖子 不过502到底是做了什么 才导致这么大动静的呢 江诺拿出了自己的手机 又拨通了差评客人的电话 你好 给您造成不愉快的住房体验 实在很抱歉 您反馈的墙皮脱落现象的确存在 为了表达我们的歉意 酒店愿意免去您当晚的房费 并对您进行全额赔偿 请问您可以接受吗 全额赔偿并且免房费吗 对方的确动心了 对的 只要您能删掉差评 我们酒店一定会进行改正 赔偿也会马上转给您 赔偿什么给我 现在即可 江诺挂断了电话后 用手机添加了对方为好友 好友名为黄先生 对方已经删掉了差评 并发来了截图 江诺也爽快地转账了600名币 名币很快被接收 黄先生发来了一个握手的表情 黄先生 不是我说你们 这酒店也的确该装修了 那天晚上楼上动静也太大了 江诺 您说的都对 感谢您的配合 既然知道是酒店的原因 想要平息客人的愤怒就容易多了 只要态度够诚恳 资金赔偿到位就足够了 对于江诺成功把差评删掉这件事 陈锋几人都觉得有些难以置信 因为他们连那差评的内容都看不懂 你做得很好 我们酒店就缺你这样的员工 赵书华特地送来了一个优秀员工的牌子 放在了江诺桌前 信息经理 优秀员工的牌子下面有一张规则 江诺默的收了起来 我可以提拔你为副理 那样的话 你就可以和酒店签订长期合同了 赵书华的表情都温和了几分 不了 我还想要在现在的岗位上发光发热 江诺果断拒绝 和酒店签订长期合同 就意味着他以后要一直留在这里 就像留在这里的赵书华一样 你拒绝了我 你不该拒绝我的 赵书华的表情骤变 死死地瞪着江诺 经理 我才刚来一天 很多事情还不太熟悉 比如说现在的酒店温度是不是不正常 被污染的人类往往记忆混乱 江诺的问题转移了赵书华的注意力 温度 我不知道 酒店的空调经常需要维修 会有人来维修的 赵书华只觉自己似乎忘记了什么 他疑惑地扶着自己脱发严重的脑袋 喃喃就离开了 江诺打开了手心中的规则纸条 竟意外发现那是一条通关规则 完美通关 酒店里有一件很重要的遗失物品 请将它归还给它正确的主人 不像在幸福的妈妈中一样 三条通关规则同时出现 这个四星副本里面的通关规则 是分别单独出现的 江诺将通关规则藏起 酒店里的遗失物品是什么 他的主人又是谁 江诺整理了一下思路 忍不住皱眉 即便是找到了通关规则 他现在也没有施主和遗失物品的 任何思路和线索 难道要退而求其次 等待优秀通关和普通通关的规则 你好厉害呀 你是怎么做到的 我们连差评内容都看不懂呢 前方突然传来赞叹声 白诗翠正一脸崇拜的模样 看着江诺 真他妈的冷 陈锋打了个喷嚏 他与白诗翠都没有固定工作岗位 加上酒店没有新增客人 所以两人只能站在前台前方 我在上一个副本里 学了一些诡异文字 因此知道客人的需求 江诺自然不会说出 自己使用了超能力 好厉害 我太笨了 换作我肯定学不会 白诗翠继续夸赞着 他本以为江诺会很高兴 而江诺只是看着他 露出一抹探究的浅笑 白诗翠笨 他并不觉得 副本第一天 他们五人一死一伤 而作为新人的白诗翠 却毫发无伤 白诗翠或许并非表面上 那般人畜无害 不可能 你怎么删掉那条差评的 这时 一只双眼无神的林子月 突然站了起来 大声问道 不是 你这反应也太慢了吧 陈锋也看出了林子月的不对劲 刚才在谈话期间 林子月一直像个木头人一样 坐在一旁 没有表情 也没有情绪 我刚刚已经说过了 江诺不想再解释 吃过盒饭的林子月 被污染得更加严重了 不可能 不可能 是我坐过前台 你们都应该听我的才对 林子月痛苦地摇头 林姐 江诺确实让客人删掉了差评 还被经理评了优秀员工呢 白诗翠特地解释道 不可能 优秀员工一直都是我 我以前一直都是酒店的优秀员工的 林子月一把抢过了江诺面前的自排 连忙摆在了自己面前 我去一趟洗手间 江诺起身打算离开片刻 他并非想要去洗手间 而是想要找机会和赵书华搭话 遗失物品 赵书华思考了许久 久到江诺感觉到腿麻 但想 赵书华才缓缓举起手臂 指着远处墙边的玻璃柜道 我想起来了 客人的遗失物品都会放在那里 请问我可以去看一看吗 看完后我会回到位置上 江诺又问 工作时间如果有正常需求 可以向大唐经理请假 批准后方可离开工作位置 违反这条规则虽不致命 但却会像林子月那样被污染 你可以去看 这也是前台的工作内容之一 赵书华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 江诺这才走向玻璃柜 玻璃展示柜里面的遗失物品 可以说是应有尽有 单只绣花鞋 破旧的黑色雨伞 人类指甲穿成的手链 机型人偶 铜镜 发霉的书籍 这么多东西 江诺完全看不出来 哪一个与通关有关 更没有其他线索 一直到夜里下班 江诺再也没有其他发现 下班时间一到 酒店的灯光全都熄灭 就连电梯也停止了运转 不会又要碰到那个人吧 陈锋和白石翠 都裹了一张酒店的毯子 温度已经下降到了十度以下 接下来他们还要从楼梯 不行上去 林子月只穿着 单薄的酒店制服 她似乎并不觉得冷 只沉默地跟在三人后面 昏暗的楼道里 粗重的喘息声袭来 江诺不履轻快地走在最前面 他的身侧是霍将军 因此完全不担心什么 这是陈锋第二次 见到这个诡异的胖子 他目前只有第一次通关过后的奖励十明币 给出去之后就再也没有了 然而让他感到奇怪的是 对方不仅没有主动搭话 竟然还给他们让了路 啊 一阵尖叫声响起 林子月跌坐在了楼梯上 他手指着一旁的胖子 眼中露出惊恐神色 几人这时也才看清 那个胖子竟然从自己的腹部 扣下了一块肉放进了口中 嘿嘿嘿 都被切碎了 胖子想要伸手朝林子月抓去 而林子月则被陈锋一把拽起 躲开了胖子的肥大手掌 来帮忙 快 陈锋喊道 最终是陈锋和白诗翠连拽呆拉的 将林子月拽到了六楼 江诺倒是有些意外地 看了一眼陈锋 顺手而已 陈锋不自然地揉了揉鼻子 而林子月只是不住地呢喃着 李治刚死了 你们也很快就会死的 我是不会死的 你们都会死的 卧槽了 你再说一句 陈锋气急 这女的纯属是诅咒他们的吧 江诺发现林子月看起来 比在楼下的时候更加不正常 她被污染得更加严重了 不过 鉴于林子月之前的态度 她并不想再过多理会 我先进去了 晚安 江诺走进了自己的房间 如果今天晚上 他们能安全度过的话 六楼的房间有很多 但却只住了他们四个人 房间内温度已经下降到了五度 江诺虽然可以在安全屋里休息 但也怕错过什么 于是她拿出了 事先准备好的电热毯 羽绒被和电暖器 只是她没想到 自己的精神状态 也受到了轻微污染 看来云屋酒店的污染物不容小觑 好在她只需要进一次安全屋 精神状态就很快变成优秀 霍将军 请保护我的安全 江诺忙活了一天也累了 好的 主人 霍将军按照江诺的建议 将脑袋面向了空无一物的墙壁 主人说了 男鬼一首夜要面向墙壁才行 江诺满意地躺下开始睡觉 不知过了多久 江诺忽然睁开了眼睛 他刚刚分明听到了 门外传来了电梯开门使叮的一声 明明下班后 电梯已经停运了 难道是有什么东西上来了 会是楼梯上的胖子吗 江诺很快就否定了这一猜想 胖子的脚步声可没有这么轻盈 哒 哒 哒 微弱的脚步声几乎听不到 只是云屋酒店的夜晚寂静如一潭死水 再细小的声音都能无限扩大 江诺分明感受到了 那脚步声就停在了自己门外 哒 哒 片刻之后 敲门声响起 零点至六点期间不可出门 不可以和陌生人打招呼 江诺看了机械表上的时间 现在是半夜1点03分 保险起见 他不打算开门理会外面的人 请问 你有捡到我丢的东西吗 门外悠悠地传来一阵女声 丢东西 外面的人莫非是规则里说的施主 请问 你有捡到我丢的东西吗 门外的女人又问了一遍 江诺只觉得 这个声音有一次熟悉 但却想不起来在哪里听过 霍将军 外面的东西有危险吗 江诺问 霍将军点了点头 是会害人的诡异 但是我可以为主人抵挡住他 江诺点点头 规则里只说不能出门 不能和人打招呼 并没有说不能回应门外的陌生人 请问 你有捡到我丢的东西吗 门外的女人弃而不舍 请问你丢了什么 江诺问 片刻之后 门外女人继续问 请问 你有捡到我丢的东西吗 所以小姐 你丢了什么 或许我有办法帮你找一找 请问 你有捡到我丢的东西吗 一模一样的重复 让江诺皱起眉头 难道只有回答有捡到 或者没有捡到之类的回答 才会让他停止 直觉告诉江诺 他不能这么回答 既然问不出来 就要赶走他 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你走吧 这一次 门外果然没有了动静 江诺觉得 他应该是已经走了 不久之后 门外的女人又敲响了 隔壁白石翠的门 只是白石翠 并没有给出任何回应 请问 你有捡到我丢的东西吗 走廊里 女人的声音渐行渐远 是他 声音变换位置 江诺忽然想起来了 这个声音是在哪里听到的了 这不正是那名 更换总统套访的女人声音吗 那么 他究竟丢了什么东西 完全没有头绪 江诺裹紧了羽绒被 又渐渐睡了过去 第二日 在温暖的被窝中 睡得舒舒服服的江诺 只觉神清气爽 温度已经下降到了零下三度 他将羽绒被和电热毯等 全都收进了安全屋 然后整个身体都暖哄哄的 只是除了林子月的另外两人 却苦不堪言 他们昨天一天没有吃东西 早餐也不知该如何解决 林子月说的对 咱们根本撑不过这四星副本 裹着毯子的陈锋 又把床上的薄被也披上了 规则规定 他们必须要在八点之前 到达圆桌打卡 饥饿只会让他更加寒冷 我这里还有些吃的 不过需要用东西交换 一根能量棒出现在了陈锋眼前 穿着羽绒服的江诺 江诺手中拿着能量棒和一块巧克力 对他说道 用东西交换 陈锋咽了咽口水 我能有什么东西 我想要你手上的玉扳纸 江诺早就注意到了 陈锋手上戴的扳纸 那可是安全屋的升级材料 这个 陈锋听后毫不犹豫地拔下了玉扳纸 这东西挺贵的 但是陈锋认为自己的命更贵 江 江诺 那我这个可以换吗 白诗翠声音被动得发抖 他从脖子里拿出了一根金项链问道 我只是对玉石收藏比较感兴趣 金银他并不需要 白诗翠满脸失望 可不可以先算我借你的 等我找到玉石 或者是能活着离开这里 我一定会还给你的 他本以为性情冷淡的江诺不会答应 没想到江诺却真的 递给了他一份能量棒和一块巧克力 我会记着你欠我的 江诺不会错失任何一个获取玉石的机会 白诗翠并没有想要不劳而获 而是用借这个词来换取食物 他并不反感这样的方式 你放心 我从不欠人东西 白诗翠笃定道 他接过能量棒的双手 已经被冻成胡萝卜 还有谢谢你 走吧 江诺看了看时间 此时已经是7点25分 8点前必须打卡 提前出发 是为了防止有意外情况发生 7点20分是他们约定的时间 而林紫月迟迟未露面 三人都不打算再等 江诺 我一个预班值就换这么一点东西 嗨 有没有别的 陈锋吃完了巧克力和能量棒 腹中已经舒服了不少 食物太难能可贵 他忍不住想要更多 江诺看了他一眼 又从背包里拿出了几根能量棒和巧克力 我就只有这两样东西 本来他也是打算下班后 再给陈锋一些 陈锋见状连忙接了过来 早说你有吃的 我也不会那么急了 你急什么 江诺问 没什么 陈锋善笑 你们昨天晚上有没有听到敲门声 吓死我了 白诗翠已经吃完了能量棒 他将巧克力收了起来 并没有一次性吃完 当然听到了 只要不开门 外面的人就走了 陈锋回道 好可怕 他只敲了我们几个的门 也就是说 他知道其他房间没有人 白诗翠缩了缩脖子 楼梯上阴森森的 说说话会觉得好一些 江诺依旧是走在最前面 奇怪的是他只敲了三个房间的门 三个房间 白诗翠当时躲在被窝里 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陈锋脚下一个踉跄 如果不是楼梯扶手 险些跌落 江诺此时却停下了脚步 森 怎么了 白诗翠紧张地问 这楼梯不对劲 这里重复走了二遍了 江诺打量着周围 楼梯他已经走过很多遍 四层的台阶是十三层 从三层开始是十四层 他们原本应该已经走到三层 可台阶仍然是十三层 也就是说 他们现在仍然在四层 还真是 上一层也是四层 陈锋刚才无意中 瞥了一眼楼层中间的楼层数字 他们分明又下了一层 可现仍然还是数字四 会不会是看错了 白诗翠和两人又走了一遍 发现的确如江诺所说 他们进入了死循环 现在的时间是七点三十三分 如果继续这样循环 他们将会赶不上八点钟的圆桌前倒 草了 真坦娘的耍人呢 陈锋骂道 阴暗的楼梯上寒冷无比 只是站在原地片刻 便觉阴冷气息 直达天灵盖 遇到这种鬼打墙事件 霍将军应该也没有神妖办法 继续走吧 江诺看过母亲书架上的一本建筑风水学 他记得上面说过一句话 该走的路一步也少不了 也许这路是他们该走的 七点四十五分 三人已经走了将近二十圈 却仍然在原地打转 一阵冷风从下方穿堂而过 陈锋打着哆嗦 骂了无名式的祖宗十八代 刚刚没风 现在有风了 江诺说道 有风 阿T 那是什么意思 白师脆问 我想应该是通了 江诺迈开脚步 果不其然 他们很快就看到了楼梯上的胖子 陈锋第一次觉得胖子如此亲切 他们终于没有在原地打转了 江诺也庆幸刚才没有停留在原地 胖子背对着他们坐在楼梯上 并没有理会他们 即便是霍将军站到了他身边 他也没有任何反应 陈锋和白师脆率先跑了下去 江诺在经过胖子的时候 却发现他在哭 口中喃喃着 八五二四七四 他死了也不来见我 他死了也不来见我 胖子竟然还有感情 看来他还是一只心诡异 江诺虽然有些意外 但却不准备理会 已经7点50分 他必须要快点去圆桌迁道 三人在经过电梯的时候 看到从电梯里走出来的林子月 电梯在关门的瞬间 江诺还看到了电梯里的一个女人 那女人正是昨天换去了 总统套房的墨镜女人 也是昨天半夜敲门的女人 女人到了一楼并没有出电梯 直到电梯门重新关闭 林子月一侧的脸颊肿了起来 他死死的盯着陈锋 快走吧 迁道要来不及了 陈锋低下头 快步走开 赵书华已经等在了那里 所谓迁道 便是由大唐经理 在每个人的名字后面打上对钩 赵书华看到四人后点了点头 并在四人的名字后面打了对钩 经理 请问咱们这空调 什么时候能修好 陈锋问 仅是过了一天 温度就下降到了零下 赵书华淡淡地抬起头来 我也不清楚 那有没有什么保暖欲寒的衣物 他不知道 姜诺是哪里搞到的羽绒服 更怀疑是不是赵书华私下里给姜诺的 毕竟姜诺得到了赵书华的赏识 这是他们有目共睹的 酒店职员必须穿戴工作服 这点你不用再问 赵书华明显已经有些不耐烦 被子 或者告诉我 可以去哪里多领些被子也行 陈锋不死心地继续问 啪 赵书华扔掉了手中的纸张 我都说了 不用再问 为什么你不听话 你不该小看 我这个大堂经理 没有被子 你永远都不会得到被子 赵书华第一次这么歇斯底里 他生气地抓着自己的头发 毫不费力地又扯下来了一措 陈锋早已被吓得愣在原地 他好可怕 白诗翠已经跟着姜诺回到了前台 他很可怕 但从没有伤害过我们 不是吗 姜诺打开电脑坐下说道 赵书华只是看着可怕罢了 姜诺的话让白诗翠若有所思 但他很快就又有了工作 又有客人退房了 这次退房的客人是个光头男人 他竟只走到了林子月的服务台前 原因无他 因为林子月的前方 摆放着优秀员工的工作牌 姜诺发现光头男人的头顶 一周有一圈针线缝合的针角 头顶的头盖骨尺寸 比额头还多出了一圈 缝合的并不契合 亦或者那根本不是他的头盖骨 光头男人长相凶狠 表情愤怒 这是什么狗屁酒店 半夜还有人在搬运东西 我住酒店就是图个清静 你们酒店让我的头疼病又发作了 客人你好 没能满足您的入住需求 我也感到很抱歉 我可以为您换一个房间 林子月的笑容有些僵硬 我已经退房了 既然你是优秀员工 就要为我找出解决办法 否则我会给你差评 光头男人并不领情 我不是优秀员工 这优秀员工是他的 一听到差评 林子月忽然变了脸 直接将那优秀员工的牌子 扔到了姜诺面前 你是优秀员工 光头男人终于把视线 移到了姜诺面前 在刚才男人与林子月交涉期间 姜诺已经查清楚了 光头男人的房间号417 而417的上方 就是墨镜女的总统套房 据他所知 墨镜女是独自一人住 搬运东西又是怎么一回事 你好先生 请问你听到的是 什么样的声音呢 姜诺问 你怀疑我在骗你 光头男人眼睛瞪得如同林般大 一旁的林子月露出了兴奋的表情 不是的 这样吧 我优先解决先生您的问题 姜诺发现 赵书华也站到了不远处盯着他 我会为先生您办理全额退款 昨晚酒店将不收取您任何费用 您看行吗 前台是没有这样的权限的 林子月大声说道 姜诺没有理会他 只看着光头的反应 他点了点头 你的确很会处理问题 但是我头疼了一个晚上 酒店必须赔偿我的损失 没问题 作为前台 我愿意在额外付给您一半的房费 作为赔偿 姜诺说完 光头露出了无比兴奋的表情 我同意这样的处理方式 另一半房费什么时候付给我 白得150名币 这样的便宜任何一个诡异都无法拒绝 姜诺快速删除了光头的订单 随后他拿出了150元的名币 在周围或震惊或贪婪的目光下 递给了光头 你的确是优秀员工 我昨天晚上听到的声音 是东西落地的声音 还有搬运家具的声音 光头男人也回答了姜诺刚才的提问 谢谢 我知道了 祝您生活愉快 姜诺顺利地打发走了光头男人 两次纠纷都是因为酒店隔音 而且都是楼上住户的问题 想起墨镜女曾经换过房间 姜诺立刻调出了最近的订房记录 前台虽然不能泄露客人隐私 但它本身就是前台 可以查阅客人订房记录 而他惊讶地发现 502和517都是墨镜女所住过的房间 不同的是 502是普通房间 517是价格昂贵的总统套房 而502的入住信息 还有另外一个男人 叫徐天华 再次更换到总统套房的时候 入住信息只剩下了墨镜女 也就是刘芳 那么徐天华去哪里了 如果施主是刘芳 那么他在找什么东西呢 姜诺趁机找到了赵书华 关于楼顶噪音问题 我想去五楼看一看 可以吗 姜诺问 赵书华面对姜诺时 脸色缓和很多 你是优秀员工 你是在为酒店的服务考量 你可以利用上班时间去五楼看一看 细细经理 姜诺发现赵书华的手上 也已经出现了动伤 但他本人却像是毫无感觉 看不到那些伤一样 看来即便是能留在诡异世界里 迟早也会被污染成真正的诡异 姜诺原本是打算爬楼梯 但是当他看到打开的电梯时 立刻改变了主意 电梯里的人呈双数时 请不要乘坐 此刻电梯里面只有一个人 那就是墨镜女流方 电梯里的人是单数 他可以乘坐电梯 也就是说他进入电梯后 电梯里的人数必须是双数 为了不违反规则 他让霍将军走楼梯去五楼等他 好的 主人 霍将军没有犹豫地 拐进了一旁黑漆漆的楼道 姜诺进入电梯后 按了五楼 身后是站在电梯角落里面 无表情的刘芳 他仍然戴着墨镜 像一块死气沉沉的木头一样 站在那里 密闭的空间里 姜诺只听到了自己的呼吸声 他不敢随意搭话 却听后面的刘芳悠开口问道 请问你有捡到我丢的东西吗 姜诺假装没有听到 然而电梯却在此时忽然停电 请问你有捡到我丢的东西吗 黑暗之中 刘芳的声音和前一天晚上的声音重合 气入骨髓的凉意 从四肢百寒蔓延 姜诺发现自己此时完全动弹不得了 他正在遭受精神污染 意识到自己必须回答些什么 姜诺用前天晚上的回答试着问道 你丢了什么东西 既然这个回答不会引来麻烦 那么现在应该也可以使用 我丢了什么 我丢了什么来着 那是一件很重要的东西 出乎意料的 刘芳却回答了他的问题 然而这个回答等同于没有回答 电梯里恢复光亮 重新运转 你可以再想一想 你究竟丢了什么东西 姜诺继续说道 他也想要知道刘芳究竟丢了什么 然而对方却一直沉默不语 此时电梯的门打开 等待着姜诺的霍将军出现在了电梯门外 姜诺注意到 刘芳像是什么也没看见一般 并没有害怕电梯外的霍将军 难道他看不到霍将军 可他没有呼吸 确实是诡异 你不出来吗 姜诺奇怪地问 刘芳应该就住在这一层 而且今天早上 房费已经自动扣费成功了 我要找东西 你有捡到我丢的东西吗 刘芳问 电梯门自动缓缓关上 也隔绝了姜诺的视线 姜诺打算去找这层楼的清洁工 了解了解情况 然而他敲了许久 并没有什么回应 酒店清洁工的工作时间 是7点至13点 清洁工必须佩戴口罩 现在是清洁工的工作时间 或许清洁工正在打扫卫生 姜诺转动把手打开了清洁室 发现各个房间的钥匙就在墙边 你可以随意进出4-5层的任意房间 规则允许他进入这一层的任意房间 姜诺先取下了502的钥匙 502的下方是402 就是投诉房顶墙灰掉落 且马桶堵塞的黄先生住处 502被报修后 就一直没有客人居住 姜诺放心地打开了502的门 一股浓重的消毒水味道 扑面而来 姜诺走近 发现502的地板是湿的 就像被人刚刚拖过 隐约中似乎还闻到了淡淡的腥臭味道 床边的地毯已经换新 整个房间被打扫得干干净净 可姜诺还是敏锐地察觉到了 桌脚下有几滴干涸的暗红色印记 是人类血液 一旁的霍将军舔了舔嘴唇 那张严肃俊美的脸显出几分渴求 一字圆卡片里的诡异也是诡异 诡异渴渴望人类血肉 看到霍将军这副模样 姜诺已经相信了他的话 地上的是人血 那么这个人清洗过的地板 是为了掩盖什么吗 觉得很有可能 姜诺开始仔细检查起了房间 不可随意挪动酒店内的装饰物品 想起这则规则 姜诺收回了想要搬动花盆的手 这是一盆塑料制绿植 假绿植十字茂盛 仔细一看就能发现 那墨绿色的叶子上也见有血迹 霍将军 你还能找到其他地方有这些东西吗 姜诺问 我可以为主人找到 有霍将军出马 姜诺在房间的各个角落里都找到了血迹 地板缝隙 床下 电视机后面 甚至是浴室和洗手间里 血液遍布房间各个角落 让人很难相信受害者还活着 502发生过凶杀案 并且应该相当惨烈 从血迹的干涸程度来看 凶杀案并没有发生太久 姜诺准备离开这里 因为他还有一件事想要确认 只是当他准备打开502的门时 却惊讶地发现 502的门竟然被反锁 他根本打不开这道门 刚刚有人在门外吗 姜诺问向霍将军 有的主人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主人没有要求 那个人并没有要伤害主人 霍将军回答的没有毛病 姜诺忍不住服额 下次再有人靠近 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下 说不定那个人就是凶手 再不济也是知道内情的人呢 只要有人靠近主人 都需要提醒吗 霍将军真诚发问 那倒也不必 你还是帮我把门打开吧 姜诺无奈道 遵命 我的主人 霍将军连动都没动 只是挥手的功夫 502的门便应声而开了 姜诺看向走廊 发现一道陌生人影 那是一个矮胖女人 她戴着一副口罩 一脸疑惑地问 你是谁 我记得502没有入住客人 矮胖女人穿着酒店制服 手中还提着一只拖把筒 戴口罩穿制服 这应该就是五楼的清洁工了 阿姨 我是前台 因为有客人给出差评 所以来这里看一看 酒店的确设施成就 很多房间都出过问题 你清洁工说道 刚刚我突然打不开门了 是阿姨锁的门吗 姜诺又问 你清洁工将拖把筒 放到了清洁车上 我刚刚还在打扫 不是我锁的门 或许是纳索也坏了 那阿姨知道517的客人吗 姜诺又问 517的客人 我想不起来了 里面住着的人 叫什么名字来着 你可不可以先告诉我呀 你清洁工微笑着 看向姜诺 我不能告诉你 这是客人的隐私呢 姜诺眼神暗了暗 这清洁工在引诱他触犯规则 前台人员需要 对顾客的隐私进行保密 前台人员的工作时间为 8点至12点 17点至23点 规则规定 前台需要对客人的隐私保密 房间里住着谁 这也属于客人隐私 一旦他说出来 就是触犯了规则 他不确定 清洁工知不知道这一点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这女清洁工 似乎看不见霍将军 即便是霍将军 走到了他的身旁 姜诺又尝试着 敲了敲517的房门 如他所料 里面并没有人应答 在这个过程中 一直有一道视线盯着他 姜诺知道 刚刚的女清洁工 一直在看他 眼看已经快要到下班时间 姜诺决定直接回宿舍 与赵书华通了电话 赵书华同意了 他直接回宿舍的请求 温度已经降到了零下8度 维修空调的修理工 一直没来 姜诺觉得 他必须快点 从这个副本出去才行 虽然通关期限是10日 但若是温度 一直这么降下去 恐怕连他都不履为奸 回到宿舍没多久 门外便被人敲响了 和霍将军确认过没有危险后 姜诺推开了门 是裹着被子 仍然被冻得发抖的白诗翠 姜诺 我好像找到了 从这里出去的方法了 白诗翠一脸神秘地说道 从这里出去的方法 又是一条通关规则吗 进来说吧 姜诺说道 我怎么感觉 你这里没我屋里那么冷 白诗翠走进姜诺的房间 发现这里的布局 和他的房间一模一样 但他的确没有刚刚那么冷了 错觉吧 你说的出去的方法又是什么 姜诺为白诗翠倒了一杯热水 白诗翠连忙接了过来 将近零下十度 没有任何抗寒义物的他 连说话都是颤抖着的 我找到了这个 白诗翠拿出了一张皱巴巴的纸条 姜诺展开纸条 那的确是优秀通关的规则 优秀通关 找到在酒店行凶的犯人 并将真正的犯人交给警务员 警务员电话 6753901 我谁都没告诉 第一个就来找你了 白诗翠哆嗦着喝下热茶 牙齿碰到慈悲边缘 发出一阵颤抖的碰撞声 他真的好冷 为什么 姜诺饶有兴趣的问 因为我觉得你比他们都要靠谱 我想要恳请你帮帮我 当然我也愿意去做你要求的任何事 白诗翠正色道 姜诺笑了 这白诗翠倒是比其他人都聪明 他没有要求合作 因为他知道 他根本没有和姜诺合作的资本 可以 毕竟你还欠我东西 姜诺半开玩笑道 说起来 我听说云雾酒店旁边 就有一家珠宝首饰行 我以为姜诺会拒绝和他这个新人合作 珠宝商行吗 姜诺暗暗记下 要是有机会 他也一定要光顾光顾 你消息还挺灵通 你还听说了些什么 姜诺也想多了解一番各方面的消息 他拿出了两包香飘飘奶茶粉 为白诗翠和自己分别泡上 谢 谢谢 白诗翠捧着手中的香飘飘奶茶 眼中感激 这是有糖分又高热量的东西 也是他们几人现在最缺少的东西 说说看吧 姜诺端起热奶茶喝了一口 暖流瞬间让四肢百孩都暖和了起来 我听说这里不会觉得冷的人都是诡异 二杠三层就是这些诡异的住所和食堂 所以我们才不能进入 四楼的清洁工是个七十多岁的老诡异 酒店外面有一条商业街 卖的有诡异食物和人类食物 但都是收取名币 哦对了 还有一家幸运彩票站 云雾酒店会在午夜十二点 为客人送上当天最新的报纸 还有翠亚竟然也是诡异 我亲眼看到他从五楼端走了一盘人眼珠 酒店又开始招清洁工了 说是五楼的清洁工阿姨家里有事要离职 两天后就走 白诗翠收集到的信息量之大 让江诺都吃了一惊 不管是有用的信息还是无用信息 江诺都记在了心里 502房间你检查过吗 既然退房需要白诗翠检查 不知道他有没有发现什么 502 白诗翠一愣 我们昨天刚刚来到这里 翠亚让我去检查的就是502 那你有没有在里面发现什么 江诺又拿出了一个小面包递了过去 我去的时候 清洁工就已经打扫干净 哦对了 我当时发现垃圾桶里有一包垃圾没扔 还提出来帮忙扔了呢 因为是前一天的事情 白诗翠记得还算清楚 垃圾你扔到哪了 江诺记得酒店垃圾是一星期清理一次 也许他能去找到一些线索 就在一楼垃圾房里 我可以带你去 白诗翠说完才盯着江诺问 502有问题 莫非跟咱们出去有关系 没错 也许那里就是凶杀案的案发现场 不过这些都是我的猜测 江诺的话不仅没有让白诗翠感到害怕 反而让他兴奋了起来 我就知道来找你是对的 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没想到江诺这里真的有头绪 小面包虽然冰冷 但白诗翠两三口就吃完了 他已经快要被冻到不行 只想快点从这个鬼地方出去 就现在 剑披着毯子和被子的白诗翠不住的打喷嚏 江诺从背包里拿出了一件女士保暖羽绒马甲 让白诗翠穿上 给我的 白诗翠简直不敢相信 嗯 借给你 租金可以用浴室还我 江诺不傻 恩情多了就成了累赘 偶尔一次的雪中送炭才最显珍贵 一定一定 白诗翠将羽绒马甲穿在了衬衣里 身上的寒冷已被驱散了七八分 两人走楼梯时 没有再遇到早上的鬼打墙事件 只是垃圾房在一条长廊的尽头 江诺观察着通往垃圾房的走廊 走廊只有正中间有一盏小灯 站在正中间往两侧的黑暗中望去 犹如被灰仇的黑暗笼罩其中 朦朦混沌处有光忽明忽暗 仿佛下一秒钟就会有什么东西忽然出现 我昨天来的时候还挺亮堂的 白诗翠低声说道 可能是下班时间 江诺发现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走在他身边的白诗翠比陈峰的胆子大多了 嗯 垃圾房有点恶心 你待会儿别太难受 白诗翠甚至还提醒起了江诺 眼看就要走进前方的黑暗之中 一张可怖的脸却突然出现 那是一张老人的脸 惨白的脸上布满了深深的褶皱 甘受无比 他勾搂着一副身躯 在走廊上显得诡异无比 如果不是那两只 露在口罩外面的浑浊双眼 江诺差点以为这是一处行走的干尸 吓我一跳 原来是清洁工爷爷 白诗翠捂着胸口 是清洁工 江诺回忆起 四楼清洁室里 递出钥匙的那只枯瘦如柴的手 当下也明白了 眼前这个老人 正是酒店四楼的清洁工 你们来这个干什么 沙哑苍老的声音从喉咙里发出 老清洁工像是很久 没有开口说过话 语速缓慢至极 是我的一副手势不见了 想来这里找一找 江诺回答道 老清洁工盯着江诺看了数秒 浑浊的眼珠上下快速地转动着 江诺分明感受到了对方的不怀好意 他侧了侧身体 露出身后跟着的霍将军 老清洁工的眼珠停止转动 在看到霍将军后瞪大了双眼 那你们可要小心的 老清洁工低下头 颤颤巍巍地从江诺两人身边走过 咦 他刚刚是怎么了 白诗翠问 不知道 可能年纪大了 眼神不好使 江诺没有压低声音 震震咳嗽声从身后传来 老清洁工回头望了一眼 见三人离开 才心有余悸地输了口中气 看来今天这个便宜 他是点不到了 垃圾房内伸手不见五指 白诗翠发现江诺不知 从哪里拿出了一盏手电筒 小小的手电筒将整个垃圾房照亮 眼前的一幕幕尽收眼底 这里根本不是垃圾房 而是堆积着的一个巨大垃圾堆 垃圾堆里以衣物 背包和鞋子居多 没有臭味 只有腐烂的味道 你说这里这么多具鞋子和衣服 都是从哪来的呀 白诗翠翻找起来 他记得昨天扔的垃圾袋 就在这个位置 当然是从人身上脱下来的 江诺顿了顿 回答道 人身上白诗翠的动作 也停顿下来 人身上脱下来的 那么那些人又去哪里了呢 江诺也没有闲着 竟然在垃圾堆里 看到了几块玉佩和玉镯 只是他不敢直接收起来 因为他不确定 这会不会违反规则 捡到客人的仪式物品 请联系酒店经理 不可思吞 看来只有另外想其他办法了 两人还算幸运 白诗翠终于在一件 满是污渍的浴袍中 找到了那包垃圾 江诺在里面找到了一只 裂开的大理石烟灰缸 和一份皱巴巴的报纸 报纸里面还加了一张规则 看到这里江诺断定 他们的方向是对的 主人 有人跟来了 要小心 感受到了暗处袭来的恶意 或将军出言提醒道 江诺将规则塞进手心 对白诗翠比了个 稍安勿躁的手势 找了半天 这里什么也没有呢 江诺故意大声说道 白诗翠看着突然反常的江诺 很快就明白了过来 他配合道 是啊 咱们真的太倒霉了 什么有用的东西都没找到 还是先回去吧 这里味道有点大 江诺站起来转过身去 陈锋正在门外 背着手看着他们 是 是你 你怎么来了 白诗翠一阵后爬 他不知道江诺是怎么发现陈锋的 也不知道陈锋站在黑暗里 看了他们多久了 我见你们出来 好奇而已 陈锋藏起身后的水果刀 走进了垃圾房 他一脸不悦地看着两人 你们都找到什么东西了 他就知道 这两个女人不能全信 他们一定背着他做了什么 没什么 几分报纸烤烤烤火 不知道有没有用 江诺已经将烟灰缸和规则 放进了安全屋 陈锋一脸怀疑地看着两人 不过江诺手上的确只有报纸 白诗翠则两手空空 这里什么都没有 江诺说道 他越是这样说 陈锋就越是怀疑 直接越过两人 在垃圾堆里翻找了起来 江诺看到了 他别在腰间的闪着寒光的刀子 他没有言语 和白诗翠一同走出了垃圾房 原书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 副本里的参与者之间 不可自相残杀 否则参与者迟早会遭到反噬 只是这条隐藏规定 在很久之后才会被人发现 这也是他感受到了对方的恶意 却没有过多纠缠的原因 两人走向楼梯 楼梯里却传来了一阵惨叫 胖子手里抓着一个人 正双眼凶狠地怒斥着对方 是五楼的女清洁工 白诗翠一扔的那人 江诺点点头 女清洁工也看到了两人 他连连求助道 救救我 救救我 我可以告诉你想要知道的是 这话是对江诺说的 他想要知道的是 江诺比了手势 身后的霍将军 自觉地站到了胖子身边 呜呜呜 坏人 胖子哭着放开了手 女清洁工见自己获救 连忙连滚带爬地爬了上去 说吧 到底怎么回事 五楼走廊上 江诺问像一脸惊恐的女清洁工 我不知道 我只是路过 他就抓住我了 都怪你们这些人 他才会在哪的 女清洁工一脸怨恨地看着两人 我对你的是没有兴趣 502到底发生了什么 江诺冷脸继续问 这个女清洁工一定知道些什么 你都已经猜到了吧 不过我劝你 还是不要多管闲事为好 他冷笑道 你想反悔 信不信我再把你丢回去 没有大声威胁 江诺只看了一眼身旁的空气 女清洁工便瞬间老实了 他虽然看不见那里有什么 但是长期在酒店里工作的他也能猜到 江诺身旁跟着的 应该还有一只契约诡异 否则 刚刚胖子不可能轻易放开他 我说我说 是502的女住户 他一不小心把他的男朋友杀了 米清洁工露出阴测测的笑容 尸体 分布在了酒店的各个地方 果然 凶杀案就是在502 白石翠眼神一亮 接下来他是不是只要把凶手交给警务员就好了 你是说刘芳是凶手 那他现在在哪里 江诺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刘芳杀了人 可他也已经化为了诡异 他到底在寻找什么东西 我所知道的就是这些了 刘芳很危险 你们想要活命就远离他 女清洁工头也不回的走了 走之前还特地给两人一个警告的眼神 咱们得找到刘芳 说不定马上就能出去了 白石翠仿佛已经看到了希望 先回去吧 我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江诺到了六楼后 与白石翠各自回了自己的房间 他迫不及待的拿出了刚刚找到的规则 警务员可以相信 警务员都是结伴而行 垃圾房是清洁工的底盘 不可能会来 最后一条江诺已经预料到 他拿出温度计 发现现在已经是零下16度 空调维修工不可能会来 四星副本不仅要完成规则 还加大了副本通关难度 江诺拿出安全屋走了进去 安全屋里温暖如春 他发现自己用营养土埋下的蔬菜种子 已经长出了小苗 这么快 江诺有些难以置信 种子从出芽到出苗 只用了两天不到的时间吗 亦或者只有在安全屋里才会这样 他又抓了一把豌豆放进了一个水盘之中 打算再试一试水培 将近一整日的寻找线索 让江诺早就觉得饿了 他直接从放置食物的货架上 选了一份肥牛米线 又选了一份烤鸭卷饼配着吃了起来 安全屋外的温度又向了几度 江诺却吃得浑身暖轰轰的 精神状态也被拉到了优秀 再次从温暖的安全屋出来后 房间水杯里的水早已全部凝成了冰块 就连空气也似乎都要凝出冰霜 江诺呼出的气息出现白雾 鼻腔里都是凛冽的寒气 在出安全屋之前 他已经穿上了一套黑科技轻薄保暖衣 羽绒裤和羽绒衣也被他穿在了酒店制服里面 他身材还算苗条 并没有显得太过于臃肿 换上棉鞋太引人注目 江诺只好在棉袜上下功夫 他还在脚底贴了两张暖宝宝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再次出门 江诺找上了四楼的清洁工 也就是那名诡异老人 你找我有什么事 即便是在明亮的灯光下戴着口罩 老人的脸也依旧恐怖 特别是那双搭拉着眼皮的倒三角眼 更显得他面色不善 我想要从你这里买东西 江诺说吧 从口袋里拿出了几张明币 老清洁工的眼神瞬间泛起金光 你想要什么东西 这还是头一次 有人类想要从他这个诡异手里买东西的 就是这种玉石首饰或是装饰类物品 如果你能找出来更多 我全要 江诺又拿出了一叠明币 垃圾房是清洁工的底盘 如果你有需求 可以求助清洁工 规则规定他可以求助清洁工 而且他相信 眼前的清洁工一定会答应 你要这些东西 有什么用 苍老的声音里充满了戒备和疑惑 觉得好看 买着玩的 江诺一笑 清洁工更是心中忍不住震惊 买着玩的 难道他遇到土豪了 我去给你弄过来 你可不要骗我 否则 想要出言威胁的话语 在看到江诺身后的霍江军时 又被他咽了回去 你放心 我是诚心交易 江诺很期待 这位清洁工能给他带来什么惊喜 要是能在副本里用铭币买到玉石 他就不用担心安全屋升级困难了 云屋酒店的第三日 酒店温度下降到了零下24度 林子月死在了宿舍里 江诺跟着赵书华赶到的时候 林子月已经被冻成了硬邦邦的冰块 他床上的被褥和被子已经不翼而飞 而他衣着凌乱 衣不避体地睡在冰冷的床板上 明显是被什么人侵犯过 江诺看到这一幕只觉得心里发堵 虽然林子月也并非什么好人 但是以这样的方式死亡 他总能感到一种对女性的恶意 赵书华像是已经习以为常 让等在门外的两名保安将他搬了出去 空调有问题 都没有客人再光顾了呢 酒店决定给你们放两天假 赵书华背对着江诺 脑袋却用一种近乎僵硬的姿势转过来说道 他嘴唇污漬 脸上的洞窗已经溃烂 头顶的黑发更是脱落严重 就连转头的动作都已经僵硬无比 然而他本人却没有太多知觉 他早已忽略了自己的健康 我知道了 谢谢经理告知 姜诺也没想到酒店还会放假 这样的极寒温度下 人类举步为奸 更何况酒店提供的食物 只有每天一个饭盒 里面的饭菜根本不能吃 赵书华走后 姜诺看到了把自己裹成了粽子的陈锋 他身上的衣物里三层外三层 大多都是从垃圾房里捡的 陈锋整个人都散发着颓废为米的气息 只是在看到姜诺和白石翠后 眼神才有些波动 那是侵略者才会有的眼神 林子月是被你害死的 姜诺笃定的说道 哟呵呵你看到了 怎么样 他可是被割弄得爽死的 陈锋弯着腰大笑着 冷不丁的 身后一人直接将陈锋踹倒在地 姜诺有些意外的看了过去 只见白石翠浑身发抖的盯着陈锋 他的眼神里充满着恐惧和愤怒 手中拿着不知从哪里得到的菜刀 面无表情的朝陈锋砍去 白石翠 姜诺用力拉住了近乎疯狂的白石翠 有人叫他 白石翠扭过头来 看到姜诺时才如梦初醒 眼泪从他眼眶中无声滑落 瞬间凝成了冰渣 在这里面不要杀人 为了这种败类不值得 不值得把自己搭进去 姜诺说道 他不知道白石翠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难道他也被陈锋给臭婊子 想掀下手为强 看老子怎么让你们跪地求饶 陈锋惊讶过后 已经恶狠狠的朝两人扑来 霍将军 你可以出来了 姜诺连头都没抬 冷冰冰的命令道 一道伟岸庞大的身躯 出现在了姜诺面前 霍将军单手牢牢握住陈锋的拳头 只听一声惨叫 陈锋的手骨生生的被捏成碎片 白石翠也震惊地看着这一幕 这个浑身铠甲的帅男人 到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怪不得 我总觉得这里的很多诡异 对你逼让三尺 原来你还有底牌 白石翠忍不住震惊道 姜诺根本不似表面那般柔弱 他在这里根本没什么好怕的 饶了我 饶了我 陈锋泪流满面的求饶道 姜诺当然不会让霍将军杀了陈锋 否则他就会背上这因果 副本里不允许自相残杀 但是打架斗殴 确实被允许的 只需要给陈锋一些震慑 就已经足够 下次再来招惹我们 你会死得很惨 姜诺居高临下地看着陈锋说道 他身旁的霍将军也露出嗜血表情 迷恋地舔着手掌中的血字 陈锋被吓得魂都没了 连滚带爬地冲进了自己的房间 只需要再坚持七天 再坚持七天就好了 我不会死的 我不会死的 房间内的陈锋 哆哆嗦嗦地打开了一张纸条 那正是一条普通通关规则 普通通关成功在酒店生存十天 他只需要在这里生存十天 就能从这里出去了 那两个女人 休想从他这里得到任何信息 姜诺将白诗翠送到了房间里 又留了些能量棒和巧克力 你怎么知道林子月的事 是陈锋干的 白诗翠咬了咬唇 对郑玉离开的姜诺问道 这两天晚上 诡异流芳都有来敲门 但是他独独没有敲响陈锋的门 姜诺裹了裹脖子上的围巾说道 因为陈锋根本不在自己房间 他在林子月的房间内 我都不知道 他变得这么快 白诗翠听后一阵震惊 原来姜诺一直都知道 很正常 灾难会撕开人的遮羞布 人性暴露无遗 姜诺过往的人生经历中 也很少体验到 这种你死我活的争夺 但原书中描写的却很真切 所以他才不愿与人过多接触 我知道的 其实我也不是什么好人 我在见到这里之前 才刚杀了一个人 一个侵犯过我的亲戚 白诗翠将自己的事干脆都说了 所以他刚刚看到林子月后 才会情绪失控 他也是个杀人犯 难怪你看到尸体都不害怕 姜诺缓然大悟 白诗翠扬起那张人畜无害的脸 愣愣地看着姜诺 他没有表现出任何反感 抑或是嫌恶的表情 你不害怕我 以前唯一害怕的东西 就是担心自己的宝贝安全屋被抢走 也对 你连鬼都不怕 白诗翠说道 你休息一下 我忙完来叫你 姜诺没有过多逗留 马上就要到他和老清洁工约定的时间了 云屋酒店四楼 姜诺被老清洁工邀请进了清洁室 他打量着清洁室 这里出乎意料的大 五楼的布局和你这里一样吗 五楼 那个女人最近可是发达了呀 真是让人羡慕 老清洁工喃喃着回道 五楼的清洁工发达了 这又怎么说 姜诺问 老清洁工贪婪的盯着姜诺的口袋 现在姜诺就是他尊贵的客人 于是他达到 一个留在这里面的人类 都是签了长期合同 想要离开就要付出高昂的明币 那可是一大笔钱呢 姜诺也听明白了 辞职需要付一大笔违约金 从这里出去后想要活着 还是需要钱 一个人类清洁工而已 不是发达了是什么 原来是这样 姜诺像是明白了什么 老清洁工将一只木盒搬了出来 当着姜诺的面打开了木盒 木盒里面竟然有上百块大大小小的玉石手势 除此之外 还有两个拳头大小的玉球 和两只已经碎裂的玉皮修 这是你要的东西 这玉皮修虽然碎了 但是也是玉石无疑 这价钱 他本想要讨价还价一番 不料姜诺直接甩出了一落厚厚的明币 老清洁工睁大了眼睛 他活了这么久 还从没见过这么多钱 只要是玉石的 我都要 姜诺连眼睛都没眨 直接要下了全部 都 都要 老清洁工许久没反应过来 而姜诺已经让霍将军 披着木盒离开 他还要去确认一件事 入夜 熟悉的电梯声音伴随着脚步声 又出现在了六楼走廊 哒 哒 哒 和前几个夜晚一样 门外又传来了敲门声 请问 你有捡到我丢的东西吗 刘芳扣响了一扇门 门被打开 正是姜诺站在门内 零点至六点期间不可出门 不可以和陌生人打招呼 规则说不可以出门 不可以和陌生人打招呼 他只是站在门内 并回应刘芳 你丢的东西是这个吗 姜诺拿出了一份报纸 并指着报纸上的一串号码问 刘芳缓缓取下墨镜 墨镜下是两个深深的血窟窿 他的眼珠被人挖去了 他什么也看不见 姜诺倒没想到这一查 他忽然理解 为什么明明是诡异的刘芳 在看到霍将军后 没有任何反应了 因为他被人弯去了双眼 什么也看不见 于是姜诺只好解释 你丢的东西是彩票 对不对 而且是已经中奖的彩票 刘芳的表情开始激动 他的两只手胡乱摸索着 在哪里 在哪里 我的彩票在哪里 站在门口的霍将军 如铜墙铁壁一般 挡住了想要扑进来的刘芳 别误会 我也只是猜测 我根本不知道 你的彩票在哪里 姜诺说道 还给我 把我的东西还给我 刘芳的叫声变得淒利起来 他的食指变成利爪 静止冲向霍将军 然而新闻为诡异的他 在门内 你杀了徐天华 所以你是杀人凶手 你清洁工杀了你 所以他也是杀人凶手 姜诺身后 白师翠一脸震惊地 看着这一幕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杀人凶手 今天有两个吗 这些都要从报纸上的 这串中奖号码说起 姜诺说出了自己的分析 402投诉的那天夜晚 正是刘芳杀掉徐天华的夜晚 两人争斗的动静过大 被402的黄先生 误以为楼上是在跳舞 刘芳不仅杀了徐天华 还将徐天华在502内分了尸 分尸需要用到斧头锯子等工具 电锯锯断骨头的声音 被402当作成了装修 一部分尸块和碎骨被倒进马桶冲下 导致了402的马桶堵塞 杀人容易 他是怎么做到 神不知鬼不觉的分尸的 白师翠问 怪不得第二日他查房的时候 闻到了那么大的消毒水味道 原来是为了掩盖血腥味 他一个人当然做不到 所以女清洁工帮了他 姜诺回答道 五楼的清洁工不仅是杀人凶手 也是杀人帮凶 姜诺让霍将军在白师翠房间里 看着刘芳 而他们还需等到六点过后 再去寻五楼的清洁工 云雾酒店第四日 温度已经下降到了零下25度 六点一到 两人便来到了五楼的清洁室门口 刘芳被霍将军捏成了一团 随意绑着挂在了肩膀后 只是清洁室里并没有人 他会不会跑了 白师翠焦急的问 不会 既然是明天离职 在离职之前 他肯定还在这里 姜诺笃定地说道 他已经问过赵书华 五楼的清洁工阿姨叫李彦红 明天就是他离职的日子 和白师翠打听到的情报一样 因此 他们必须在明天之前 抓到清洁工李彦红 我们分头找吧 这样会快一些 不用 有一个办法可以找到他 姜诺让霍将军将刘芳放了下来 霍将军用手艺拉扯 被捏成了一团的刘芳 便恢复了原来的身形 刘芳 你是不是不知道是谁杀了你 姜诺问 已经恢复了一丝神智的刘芳愣住 已经死了 是的 你已经死了 你是被李彦红杀死的 他不但杀了你 还拿走了你的彩票 那么现在 你能找到他吗 来自人类蛊惑的话语 让刘芳杀气大开 他竟敢骗我 他怎么敢骗我 一道道血泪 从刘芳眼眶中流淌而出 他双手扶在地上 用四肢快速地在地面上爬行着 跟上去 姜诺了然 和他的猜想一致 刘芳根本不知道是谁杀了他 刘芳最终停在了517门口 他在这里 白石翠还真没想到 这里正是刘芳居住的总统套房 你可以随意进出4-5层的任意房间 姜诺直接拿出了517的钥匙 打开了房门 门内的李彦红 在看到化为恶鬼的刘芳之后 惊慌之中拿出了一把斧头 砍向刘芳 霍将军抓住他们 姜诺一声令下 霍将军的身影 已经闪到了一人一鬼的中间 霍将军只有一只手 却能轻而易举地压制住 这一人一鬼 李彦红被霍将军卸了两条腿 而刘芳又被攒成了囚 你倒是胆子挺大 杀了人还敢住在这里 姜诺看着清洁工李彦红说道 你们在说什么 我根本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李彦红被踩在冰冷的地面上 仍欲狡辩 你在517杀了刘芳 为了防止他死后 成鬼找到东西 就弯曲了他双眼 对吗 酒店第二个差评的投诉者 是417的光头男人 他投诉隔音不好 楼上半夜有中午落地 和搬运东西的声音 实则是李彦红在搬运刘芳的尸体 刘芳是在睡梦中 被吊死在517的 他被吊死后 被李彦红摔落 才有了中午落地的声音 而白石翠看到崔芽从五楼 端走了一盘人眼珠 那应该是刘芳被弯曲的眼珠 李彦红弯曲刘芳的眼珠 不仅可以用来贿赂崔芽 还能防止刘芳找寻那件东西 我的彩票 那是我中奖的彩票 被困住的刘芳凄厉的喊道 对讲日期可是明天 而你还需要用这笔钱 缴纳酒店的违约金 所以你绝不可能毁了他 彩票就是一失误 他必须找到才行 李彦红恨急了姜诺 他不可能说出彩票的下落 或许你该打电话了 姜诺提醒着白石翠 他不想在李彦红身上浪费时间了 优秀通关 找到在酒店行凶的犯人 并将真正的犯人交给警务员 警务员电话6753901 对 警务员 一想到他们马上就可以从这里出去 白石翠连忙拿出了手机 拨打了警务员的电话 只是他没有想到 自己才挂断了电话每两分钟 就有事自称警务员的人 来到了517门来 你好 是你们打的电话吗 可以把犯人交给我了 一名身穿制服的男人走进来说道 李彦红已经停止了挣扎和辱骂 老老实实地趴在地上 安静如鸡 你不是警务员 我劝你尽快离开 姜诺直接判断道 警务员可以相信 警务员都是结伴而行 这个警务员是单独来的 因此他不可能是警务员 你们确定不把犯人交给我吗 男人的表情开始变得猙獰 我已经听到警笛声了 真正的警务员已经来了 白石翠的话让男人犹豫了 他恶狠狠地看了姜诺一眼 随后一脸不甘地转身离去 这里真是当当不一样 还好有你在 白石翠松了一口气 我不会一直在 以后你要多加小心 姜诺说道 什么意思 你是说你不跟我一起离开 白石翠简直无法理解 姜诺找到了优秀通关规则 而且现在已经抓到了犯人 为什么还要说这种话 我还有事情要做 姜诺微笑 其实他也在赌一个可能 我知道了 但我已经不能再留在这里了 白石翠苦笑 他现在高烧40度 能站在这里继续坚持下去 已经是奇迹 两位警务员是30分钟后到达的 当看到地上的李彦红和刘芳后 两人都不约而同地露出了惊讶神色 警务员有这样的反应 姜诺反而放心了 酒店的犯人的确有两个 犯人我们确实收下了 跟我们走吧 其中一名警务员对两人说道 是他跟你们走 我还有事 姜诺指向白石翠 什么 你不走 两名警务员一口同声地问 但很快他们便相视一笑 那就祝你好运吧 谢谢 姜诺朝白石翠挥了挥手 以示道别 白石翠跟在两名警员身后走了几步 随后转过头来道 我还欠你东西呢 以后钥匙 我一定会还你的 那是一定 姜诺笑了笑 随着几道身影消失在了走廊 姜诺也收起了笑容 清洁工会把彩票藏在哪里 他能想到的地方就只有一个 姜诺从口袋里摸出一把钥匙 随后打开了502的门 刘芳是在这里杀掉徐天华的 出于犯罪心理 刘芳不会再回到案发现场 而女清洁工应该也会认定了这一点 把彩票藏在刘芳不会去的地方 姜诺找遍了502 最终在那盆建了血的绿纸土层里 翻出了一张半个巴掌大的彩票 遗失物已经找到 接下来就只差最后一步 他还要找到遗失物品的真正主人 姜诺走出502 准备从楼梯入口往下走 每一层的楼梯入口都是弹簧门 正当姜诺打算拉开拿到弹簧门时 门内呼啸的风声让他的动作停顿了下来 五楼的楼梯间有风吗 他还清楚地记得 上一次他们遇到鬼打墙 直到走下四楼才有风出现 鬼使神差的 姜诺想起了进入副本前张楚月的话 不要相信你的耳朵 于是姜诺收回了手 他拨通了一个电话 五楼接我 一千明币来吗 姑娘放心 我这就去 一道仓老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 姜诺满意地挂了电话 他和霍将军都找不出真正的楼梯入口 但是有一个人可以 那就是四楼的老清洁工 只要钱给到位 老清洁工没必要骗他 不过三分钟 从走廊上交叠的阴影里 走出来了一道沟楼的身影 死气沉沉 但却没开眼笑 姑娘找我 果然都是好事 老清洁工搓着一双手 像清明能干的老宝 请带我去真正的楼梯入口 姜诺递出几张名币 老清洁工更是二话不说 爽快答应 由老清洁工带路 姜诺顺利走到了四楼楼梯 接下来我就不送姑娘了 老清洁工说道 再见 姜诺毫不犹豫地朝楼下走去 二杠三楼的楼梯上 胖子依旧坐在原地 他转头看到姜诺和霍将军 一如既往地选择了妥协让路 然而姜诺却坐在了他的身边 你是徐天华 酒店的四层以下没有客人入住 如果在这里遇到陌生人问路 或是请求帮助 请不要理会 规则规定不能理会陌生人的请求 但却没有说他不能主动搭话 当姜诺说出徐天华的名字后 胖子愣愣地看了他一眼才道 我叫徐天华 对 我是叫徐天华 我以前就叫徐天华 我只能叫徐天华 这是你的东西 对吗 姜诺拿出找到的彩票问 如果说清洁工杀掉刘芳 是为了获得彩票 那么刘芳又是为了什么 而杀掉徐天华的呢 刘芳口口声声说 彩票是他丢失的东西 可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 珍贵的东西会被别人据为己有 但它从来都不是别人的东西 这是第一天 李志刚找到的那张规则里面的内容 规则已经暗示了他答案 你找到了我的东西 徐天华点点头 接过了彩票 8 5 24 74 这就是我的幸运数字 可我被他杀了 我被他杀了 胖子神情恍惚地喃喃着 8 5 24 74 这是他们经过胖子时 胖子曾经念到的数字 胖子开始哭的那天 是因为他知道爱人刘芳也死了 所以他会说 他死了也不来见我 他抓住清洁宫李彦宏 是想要他为刘芳偿命 或许胖子根本没有恨过刘芳 即便他是被刘芳杀死 没关系 有史无中很遗憾 但你可以让你以后不留遗憾 姜诺有些感慨地说道 以后可以不留遗憾吗 徐天华抬起头来 他肿胀的身体渐渐缩水 脸部的横肉也随之消失 身体里流出的污水落地不见 原本臃肿无比的胖子 慢慢变成了一名身形鲜� 但却神情清朗的普通男人 一暗昏黄的楼梯上 腐败潮湿的气味消失 天寒地冻的彻骨寒冷 也从身体中被抽离 姜诺看到了下方透着白光的出口 他知道自己通关成功了 完美通关 酒店里有一件很重要的遗失物品 请将他归还给他正确的主人 被遗失的彩票 是徐天华所购买的彩票 姜诺微笑着走向了出口 机器人等在门外 恭喜通关 恭喜通关 姜诺拿起白色盒子放进了背包 他继续向前走去 很快就发现 自己又置身云来时的迷雾中 周围传来嘈杂声 姜诺顺着声音寻去 果然发现了白色翠所说的商业街 而云雾酒店仍然隐在不远处的迷雾中 姜诺顺着商业街的牌匾走了进去 他看到了那家幸运彩票站 彩票站的招牌上 挂着恭喜徐先生 其中一个亿的字样 他又顺着里面走去 路上出现了三三两两的人影 那些人影渐渐向姜诺靠拢 但在看到姜诺身后的霍将军后 又失望地散了开来 霍将军 主人 你还没有付仇劳 姜诺停下 这次是要好好谢谢你 你想要什么 霍将军舔唇 主人的手很漂亮 脸蛋也可以 可以给我吃一口吗 姜诺的微笑逐渐僵硬 我就当你是在夸我 这些拿去 够吗 姜诺足足给出了五千名币 这次在副本里 霍将军的贡献很大 霍将军 主人 够了 与霍将军约好半小时左右后 在排扁出会合之后 霍将军转身走进了一旁的 正宗云雾人肉火锅店内 姜诺嘴角抽了抽 他本来想今天吃顿火锅 现在想想 还是算了 继续顺着路向前走 姜诺看到了那家首饰店 他壮了胆子走了进去 欢迎光 柜台内的女收货员没有脑袋 他正捧了一颗人头 细细为人头化妆 在看到姜诺后 他在震惊之余 将手中捧着的人头 安装到了肩膀上 店长 有人类顾客光顾 女收货员发出一声尖叫后大喊 这种地方怎么会有人 一个脸色白如纸的男人 从柜台下露出了头 他的手掌如儿童 是侏儒身形 侏儒立刻改口 欢迎光临 尊贵的客人 姜诺微微点头 他走进店内打亮了起来 这家店似乎很久没有人光顾过 柜台和货架上的物品 都落满了灰尘 有变了色的金银首饰 生锈的铜铁片 沾着血迹的珍珠项链 以及随意扔在盒子里的浴坠 和浴室装饰等 浴室怎么卖 店铺比姜诺预想中的要小很多 浴室的数量也不算多 但也很难得了 客人 浴室一块一百明币 哦不 七十明币 或者你要得多的话 在侏儒店长掰扯着他那只小手 极为不自信地回答道 这些我全要 包括你们店里所有用浴室制作的东西 你开个价吧 姜诺拿出一叠明币 店内安静了数秒 你店员的脑袋激动得不停转动起来 我欲求 贵客您稍等 稍等啊 由于激动 店长和店员开始手忙脚乱地搜寻着柜台里的所有浴室 姜诺也不催促 看得出来这条商业街上除了那家人肉火锅店以外 生意都比较冷清 首饰店里的浴室大大小小加起来一共有九十多件 姜诺只花了六千明币就买下了所有 以后要是还进货 可以再联系我 姜诺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 诸如店长苦笑 我倒是想进 但现在佩戴浴室身亡和下葬的人越来越少 货源一直都不多 而且没有人想要买浴室做的首饰 知道了 姜诺还是留下了自己的电话 不管是死人带过的浴室首饰 亦或是陪葬品 他都不介意 霍将军已经等在了商业街入口的牌匾下 吃饱了吗 姜诺闻到了霍将军身上散发出的酸腥味 淡淡的 风一吹变散了 主人 我吃饱了 霍将军脸上一脸艳足 走吧 带你去见个伙伴 姜诺脚步轻快 云雾酒店距离他上次休息的庄园不算太远 越往洛阳城走 副本就越多 姜诺不想急匆匆的就进入下一个副本 于是他先回了趟庄园 庄园依旧静静的引在雾气中 两人在踏足近庄园的下一秒 一道尖锐的利爪突然从雾中献出 十三娘 是我 姜诺及时出生 利爪停在了霍将军的正前方 主人 你回来了 十三娘那凹凸有致的身影 渐渐走近 他对姜诺微微拘了一躬 随后看了一眼霍将军 你刚刚在干什么 姜诺刚刚差点以为 十三娘要背叛主仆契约了 主人 我在看家 十三娘贪婪的 嗅着霍将军身上还残留的人肉火锅味道 是同类 但吃的比他好 姜诺这才明白 十三娘是把这庄园当成他们的家了 看着快要缠上霍将军的十三娘 姜诺福娥 霍将军 你刚刚那一顿花了多少 主人 一顿饭150明币 霍将军如实回答 花不完不用还给我 作为一个合格的主人 姜诺从兑换一次元卡片的时候 就已经明白 他需要养着他们 但这并不是问题 当初他烧名币的时候 光是十亿元的名币 就足足烧了一整车 钱多到根本花不完 迷雾中一高一矮的两道诡异身影 渐行渐远 姜诺也锁上了庄园的大门 白玉色的安全屋 出现在了庄园深处 一旁的白色小洋楼 是他为十三娘准备的 两栋楼并排而立 看起来竟然一点违和感都没有 姜诺这才走进安全屋 当踏入安全屋的那一刻 姜诺整个人都放松了下来 他先是打开了安全屋的管理面板 姓名姜诺 体力值40分之40 积分9100 精神状态 优秀 目前通关副本数两个 账户余额名币 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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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屋防御等级 零级加 面板上的状态和积分 让他十分满意 四星副本的完美通关 他得到了8000积分 及时弥补了 兑换或将军用掉的那3000积分 在云雾酒店的这四天 一共消耗了200积分 接下来就是整理那些浴室材料了 被一股脑塞进来的浴室材料 已经自动在物品栏里分类 姜诺试图点击了安全屋防御等级 这一次 竟然不再是升级材料不足的提示 新的对话矿提示 你确定消耗所有的浴室材料 来为安全屋升级防御吗 姜诺顿时欣喜 他毫不犹豫地点击了确定 收集到的浴室材料被完全消耗 紧接着姜诺感受到了安全屋整体的变化 恭喜你已经成功将安全屋升至一级 目前安全屋防御等级1 安全屋坚固度加1000 光是升到一级就耗费了这么多浴室 以后只会越来越难吧 姜诺自言自语道 这次是他运气好 遇到了有浴室材料的副本 但下一次就不一定了 不过他也发现了安全屋的异样 安全屋不仅变大了不少 大厅的侧方还多出来了一道门 那扇门像是通往外面院子的门 而他以前根本就没有院子 他推开门 眼前的景象更是让人意外 门外竟然是一个后院 新的后院是露天的 但并不与迷雾中的庄园相连 后院里面没有迷雾 而是一片阳光普照 天空是静止的蓝天白云 更像是一幅画 阳光洒在身上是真实的感觉 但姜诺却找不到阳光的来源 后院不算太大 也有200多平米 正中间是一片石器的围栏 围栏里面有四块被分割好的松软泥土 这是花坛 姜诺觉得更像是菜地 想起安全屋里快速生根 发芽成小苗的那盆青菜 姜诺决定把这个花坛里都种撒上蔬菜种子 后院的墙边还有一排一米高的不知名树苗 他看了半天也看不出这到底是什么树苗 索性就不再管 说干就干 姜诺找出四包蔬菜种子撒到了花坛里 四块土地分别被种上了空心菜 土豆 辣椒和西红柿 如果这里能顺利长出农作物 他以后根本不用担心囤积的食材不足的问题了 做完这些 许久没有见过阳光的姜诺 干脆搬出了一张堂椅 让自己在后院里尽情地享受着温暖的日光雨 躺在堂椅上的姜诺 又点开了管理面板细细研究着 面板旁边多了一个功能扩展的标签 这个发现让姜诺坐直了身子 打开扩展标签后 里面多出了两个功能 功能一 人欲合一 安全屋主人使用此功能后 玉石媒介消失 再次召唤安全屋 无需再使用玉石媒介 住 此功能只可使用一次 功能二 无限管家开启此功能后 可对安全屋进行分区管理 可对外来者隐藏部分区域 被隐藏区域除安全屋主人以外 外来者无法进入 外来者受安全屋主人管制 可用意念将外来者弹出安全屋 好逆天的功能 姜诺欣喜若狂 他一直担心血域丢失 或是被别人抢夺 因此在副本里处处小心 如果使用了人欲合一功能 血域就会融入他的体内 他再也不用担心被别人抢走了 不过这个功能二倒是 让他有些迷惑 无限管家里提到外来者 也就是说他的安全屋 是默认可以让外人进来的 果然 他的安全屋和原书中 所描写的安全屋 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姜诺先开启了人欲合一功能 开启之后 他脖梗中所挂着的血域 片刻之间便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 两锁骨正下方的一枚 粉色桃花烙印 有意思 姜诺抚摸着那枚烙印 一时间有些恍惚 他还记得桃花是母亲最爱的花 至于第二个无限管家的功能 姜诺还暂时没有放外人 进入安全屋的打算 云雾酒店的通关奖励里 除了30名币以外 竟然还有一盒止血窗可贴 那看起来只是一盒 普普通通的窗可贴 但是盒子旁边的使用说明 却让人有些出乎意料 止血窗可贴 可快速止血 包括让全身出血部位 停止流血 全身止血的窗可贴 姜诺数了数 盒子里的窗可贴 一共有20张 数量还不少 袁书中也多次提到过 通关奖励道具的情节 道具都能在副本里面使用 比如可以应对解谜类副本的提示道具 增加攻击力的伤害道具 还有防御道具 治疗道具等等 这窗可贴应该就是治疗类道具了 姜诺将窗可贴收起 想起出去吃饭的十三娘和霍将军 他也觉得自己饿了 屋里花盆中三天前种植的小青菜 已经长得绿油油的 一旁的水培豌豆苗 也长出了豌豆尖 姜诺捡了一些脆嫩的小青菜 打算给自己做顿饭 他的厨艺不错 毕竟以前在舒沈家没少做饭 不一会儿 一碗热气腾腾的青菜肉丝面 就已经煮好了 吃多了口味丰富的外食 偶尔来一顿清淡的食物也不错 姜诺吃完休息后 又在跑步机上慢跑了将近一个小时 这几日就算是在副本里 他也每天坚持在安全屋里锻炼身体 或许是因为体力值也有所增加 姜诺并不觉得累 反而觉得身体轻松了不少 饭后 十三娘和霍将军也已经回来 接下来的几天 就要麻烦你们在这里看家了 姜诺拿出了一辆电动自行车 对庄园里的两人挥挥手告了别 洛阳城的副本更丰富 通关奖励也更多 吃饱喝足休息够了的 他这就打算去往下一个副本了 本集完 反谢观看 下集预告 花园百货大楼